各位好,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Java視窗程式裡面的多執行序 那這個多執行序的部分呢 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就是 假設你有一個 這個程式呢,它會有很多個 工作要做,差別只在於資料的內容不一樣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執行序的方式來用同一段程式做很多事情 所以呢,執行序呢,我們要稱它為這個輕量化的形成 好,那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今天呢,我們要為各位介紹的是這個使用水族箱的這個例子呢,來把這個 多執行序的概念呢,再做一次說明 好,那假設這是一個水族箱,它是用SWIN所畫出來的 那這張圖呢,是這個背景圖 把它想像成是這個水族箱的樣子 然後裡面這個每一條魚呢,都是透過這個add去取 功能按下去之後加進來的 好,那這個魚呢 它在水族箱裡面游來游去,那每一條魚的這個速度呢,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幾個問題要解決,就是 魚呢 游到這個水族箱的鋼幣的時候呢,它要怎麼知道 可以回轉 好,那回轉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現在是要換圖 好,再來每一條魚,它在有的速度是不一樣的,這要怎麼樣去控制它 好,再來就是 這麼多條魚,我要怎麼去管控它 因為我們 一開始 城市執行之後,就是沒辦法去事先 預知使用者呢,它會 放多少條魚進去 所以你不可能先告一個很大很大的這個物件增列,這樣太浪費空間 好,所以在這樣的需求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城市呢,怎麼寫 首先呢,各位要到Google上去找一些 影像 那這些影像最好是 PNG檔 然後呢,把這個 圖檔呢,做去背的動作 所以這些魚呢 放上來才可以跟這個背景呢,比較融洽 看起來比較漂亮 好,所以 當你把圖下載下來的時候呢 接下來呢,就是要把它做成這個 PNG檔,然後呢,做去背的動作 就是把它背景呢,去掉 所以這邊有很多魚的這個 Sample在這邊,那 為了我們要 做一件事情就是 魚呢,往左邊有跟往右邊有,它的圖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準備了 往左有跟往右 游動的這個圖 這個照片,然後這個影像 這些影像要放在哪裡 這些影像必須要放在 這些影像必須要放在 這個 你的 程式檔的這個 資料夾 的外圍 你不能跟程式碼放在一起 這個是程式碼 SRC這是程式碼,你不能跟他放在一起 你必須要放SRC的外面那一層 好,那在 讀取的時候他才有辦法讀取得到 這是 圖檔的準備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程式怎麼寫 這個呢,是 主程式 上面import的部分呢,各位可以很輕易的在 撰寫 程式的過程之間 這個部分呢,去把它補上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主程式的部分,這是我們的主程式 然後我們這次的寫法是用主程式然後繼承 這個JFrame 這個 繼承JFrame 好,所以 所以他的 man method 我這一次把它放在 下面這邊 好 man method寫在這邊 這是man method man method就是把這個自己的程式呢,去把它new出來,因為他已經繼承自man 這個JFrame了,所以他就變成 這個frame 然後把它設定他的 Visible 設成true 看得到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主程式的這個使用到的元件,包含這個常用的container啊 還有JPanel啊 那這個 是不一樣的地方,因為我們要把 背景放上去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這個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Panel改寫一下,所以我們自己寫了 一個叫image panel的東西 這個類別在底下,我們待會看 然後他另一個image panel 好,那這Panel是要來放這個工具列的部分 我在 程式執行起來之後 上方,我們先執行一下看 好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呢,就是我們要做的這個工具的部分 所以 他有一個 Tool Panel 這樣子 然後他設grill layout 再來呢,button 然後label 這是測試用的,可以不用管他 然後這個image W跟H呢,是要來抓背景的這個 影像大小 所以讓水族箱呢,擴展成 就是我們的frame呢,擴展成這個 背景圖的大小 這樣比較好 看,比較漂亮 再來呢,arist 我們用到的arist,有這個 Fish的arist 好,這個arist呢,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我如果用物件陣列的話,我必須要先知道 有幾個,但是在很多時候,我是無從得知到底會有幾條魚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我們就用一個動態的 這個陣列 清單 陣列清單的部分呢,就是 你隨時要加魚,進來都可以繼續加 所以呢,在這樣的一個需求底下,我們用arist來做 好,那另一個arist,那這邊有Fish,就是 你要 把這些東西串起來的這個物件呢,它的類別是什麼,寫在這邊 好,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另外一個叫thread,因為我們 每一個 每條魚都是獨立的一個thread在跑 好,那為什麼要thread呢,因為它必須要有一個行程 去跟CPU註冊,要使用CPU的時間,它才可以算 它的timer,時間到了沒 它可不可以去 做 與移動的這個動作 所以呢,它就會有一些需求,我們需要用thread來做 這也是我們 用水族箱的部分 要強調的用thread來操作 好,所以arist有兩個,這個是 測試用的,我們先把它mark掉 好,這兩個 再來呢,這是它的建構源,建構源的時候,一樣我們要先把自己的這個 先把一些畫面畫出來,包含這個image呢,image的部分是 這個,我們剛剛有講到那個image panel 你要先把它畫出來 好,因為上面我們有先new出來啦 好,那個image panel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image panel 好,image panel部分,我們把它寫成內部類別 同一個 寫成這個 審視檔裡面的一個 外部類別 寫在這邊 好,那它寄成是jpanel 它寄成是jpanel,然後裡面有一個buffer buffer的image,它是用來把影像放進來的 那檔名叫image 它的這個物件名字叫image 然後try的部分呢,它就是從 這個外部檔案 這個就是我們的背景 我剛剛水煮箱的背景 好吧 讀進來之後呢,放到image這個物件裡面,然後去取得它的高跟 它的這個 寬跟高 然後呢 如果說這個檔案不存在或其他狀況的時候呢,它就會需要一個錯誤訊息 好,那底下呢就是pand的部分 這個override就是把jpanel裡面的pand component的部分嘛,重新改寫過 所以在呼叫它的時候,必須 傳入一個 這個 graphic graphic,就是畫圖的那個面板 然後呢,它就去把他的上一層super 把它的component 改掉,pand component 把它位進去,然後把它畫上什麼 這個就是image,我們剛剛從第76行讀進來的影像 然後起始位置從哪裡開始,當然就從00開始畫嘛 然後第四個參數呢,設定成路 好,這樣子就可以把圖畫出來,那這兩個呢,是我們 為了要讓 這個其他的 物件呢,如果要取用 這個 水族箱的寬跟高的時候,我可以去get它的wise跟high 好,所以再回到我們的建構園這邊 我已經有wise跟high 有了之後呢,我要設定這個視窗顯示的setbounce 把它設定出來,它要顯示在哪裡 那為什麼要加30呢,因為我上方要放那個 按鈕區,所以我加了一些數字上去 加了一些 高度進去 再來呢,這個 它的layout 這個 畫圖的這部分呢,它的layout射成路,因為我要放一些 這個 label,這個label就是每一條魚用一個label去承載它,那這個label要在上面跑 我就不能用這個其他的label方式來顯示它,所以我就用這個label,然後用坐標的方式來讓它跑 好,那 這個panel的部分是放按鈕的 把它加上去 再來呢,這是label 這也是測試用的,這個可以不用管它 好,那我們addfish這個部分呢,按下去之後它會action perform 它會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 把這個 魚呢,fish呢,把它new出來,而且加到它的 這個arraylist,陣列清單裡面加進去 好,那因為每一條魚,它要知道說,它可以游的範圍是多少,所以呢,我在 建立這條魚的時候,我同時把這個背景圖的高跟寬傳過去 高跟寬傳過去 讓這個fish可以知道它游的範圍在哪裡 那在這個jpn就是 背景,我們剛剛的這個 panel image 的這個panel上面呢,我們要 把它 魚呢,加上去 好,那怎麼知道是哪一條魚,因為我們上面用的這個 建立fish的物件是以匿名的方式建立的,所以我可以用 從鏈結清,這個陣列清單上去get get 剛剛加進去,這個就是剛剛 最後加進去那條魚的 資訊 把它加上去 然後呢,這個是在 建立 thread 所以它另一個thread,然後把剛剛建立的那條魚呢 加進它的thread裡面,所以它同時會有兩個arraylist 一個呢,是放fish的,一個是放fish變成這個thread之後的一個arraylist,有兩個 好,所以 建立好之後,我已經加進去了,那我要把剛剛的那個呢,拿來做什麼,去把它start,啟動起來 如果你不把它start起來的話,它就會 加進去了,可是你 看畫面上完全沒有反應,因為你沒有啟動 沒有啟動 好,那離開就不用講了,就是 離開系統 system.exit 再來就是把那些元件加上去,包括cp去設定,取得那個content panel 然後呢,把它的layout,設定成這個board layout,還有這個 剛剛我們拿來用來畫圖的這個panel呢,也加進去 放在center的部分,再來這個部分呢,是放按鈕的 board,這個tool toolpan的部分 好,再來呢 我離開的時候是 exit ok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fish的class,它怎麼寫 上面是需要import的package import的這個套件庫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 那thread在寫的時候,因為我們是用label去把圖放上去顯示,然後讓那個label在那邊跑 所以呢,我們就extends 既成字什麼,這label 但是呢,我又把它 拿來當什麼thread去跑,每一個label呢,自己可以跑 所以呢,我就implement 這個介面,去實作的介面是什麼,roundable 那roundable就是可以拿來做什麼,做這個thread的部分 ok 好,那除此之外,我先告一些參數啦,整數的,包括這個 frame的寬,跟高,還有這個xy 它要所在的,就是畫這個label的所在位置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啊,今天我如果說sread第一次產生的時候 我xy的值呢,可能是在100-200 那下一次sread開另外一個sread出來的時候呢 他的xy也許就不是在同一個位置,他可能在別的位置 所以呢,每一個物件都有他自己所擁有的相關資訊 好,那r1跟r呢,是用來代表說 我現在是 往左游或往右游 然後再來就是決定 r1是用來決定是哪一條魚 好,那這個陣列我們可以看到說 好,這個陣列的 做法呢,這個物件陣列它是影像,image icon 然後兩個中括號代表它是什麼 這是 這個二維的物件陣列 那你可以這樣子宣告去把它new出來 那第1個 Raw的影像有5張 那這個全部都是固定往左游的 往左的 方向左 游動的魚 然後第2個 第2個Raw的這些物件呢 這些影像呢都是往右 往右游動的魚 然後這個direct flag direction flag就是用來判斷說 True的話是往左游 False是往右游 是這樣子 再來呢,我需要一個timer 時間到了時候呢,可以 呼叫它,它就換位置 呼叫它就換位置 所以呢,顯然我們需要一個乱速產生器 好,乱速產生器才可以協助我們去決定說 魚游的速度啊,它所在的位置啊,相關的資訊 好,那這邊呢就是它的建構源,Fish的建構源 他接收到兩個 這兩個參數呢是用來 記住這個 視窗的大小,才不會游到這個魚缸外面去 好,xy呢就是說 當你點add fish的時候,丟一條魚進去它所在的位置呢 我用乱速去產生它的位置 好,random 我們用random next int 它就可以產生一個乱速的一個 值 整數的值 然後有了這個值之後,有了xy,我們就可以標示它的位置 再來我們要決定 它呢是 這個 往左游還是往右游 就是 你丟一條魚下去的時候,它可能往左游也可能往右游 所以我們要決定它是往哪一邊 一樣用乱速來產生 那我就判斷一下,如果當 這個r等於1的時候,代表它要往右邊游 所以就把這個 flag的部分呢,設成false 再來呢 我們把它的影像呢 這個label的icon image icon的設定成 往左或往右 再來是哪一張 這也是透過乱速產生器所產生的 好 然後呢 去設定它的大小 當然你得到這張影像的時候,每張影像也許大小不太一樣 那你可以去取得 去get它的這個 image icon的 wise跟hi 去get它的資訊 這樣子呢 會跟你的這個視窗 裡面的 背景呢比較貼近 不然的話那個魚可能會變形 會跑掉,你如果把 一條比目魚塞到一個 這個秋刀魚的樣子 那感覺就很奇怪 好,那因為它是thread,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韓式叫做rump 你在你的城市這邊加入rump的時候 它就會強制要求你要加這個韓式進來 所以你就把它加進來 那進來這裡面做什麼事情 rump起來之後我們希望這條魚要做什麼事情 很簡單就是 時間到游一下,時間到游一下 好,所以這個timer呢 就是new一個timer 時間 那前面的是 幾 毫秒 多少毫秒跑一次 多少毫秒 動一次啦 那你不能把數字設太大,因為等了半天它都還沒有游動 所以你可能 數字小一點,但是也不要零,因為你會發現它速度非常快 好,所以new一個 我們希望它從50開始到1000 好,1050 然後呢,後面是它的傾聽器 action listener 傾聽器就是當這個秒數,這個毫秒數到的時候它做什麼事情 毫秒到的時候做什麼事情 所以毫秒到的時候做的事情就寫在這邊 好,因為它是action listener,所以要有action perform action perform就做什麼事情 判斷一下它是往左還是往右,如果是往 如果是true,這個如果是true的話,代表它往左邊 往左側游動,所以就是x的值往 递減 但是你不要減到說變負的啊,所以你在減之前要先判斷一下減之後 他是不是還是維持著變成正值 如果是的話,我才減 每次減10個像素點 那這個部分你自己可以調 如果不是 就是撿完之後會 出扯,跑出魚缸外面的這種,我們就要做一件事情 把它的方向呢,改回來 改成往右邊,所以not flag 就是因為它 本來是往左右,就會變成往右邊游 好,往右邊游之後,我們要把它的 這個image陣列呢,把它設定成另外一個,就是往右邊的這個,r等1 再來呢,我把它的圖更新一下,換成是什麼 R 就是換成 第二個road的這個影像 然後呢,還是同樣那一條魚,你不能說換了之後 本來是比目魚,後來換成這個小丑魚,這樣就不行 比目魚就是還是要比目魚之上方向不一樣 要記得 好,做完之後呢,我就把它做什麼 像加 然後再加10,就是開始往右邊游動 好,那如果說 這邊做完了,還有一個步驟忘了講 你要設定它的location,位置要變動一下 好,那如果說 如果說它一開始它的flag呢,不是什麼 不是true,代表它目前正在往右邊游 那就會得到 就會進入else這一段 46到57這些 城市嘛 那一樣的它就開始加,那加的時候,加完 除了自己的位置移動之外,你還要把 影像,那條魚的影像寬度呢,也算進去 加完之後,變更後會不會超出 超出這個 frame的大小,如果不會,就是小於的話,如果不會 那我才 X才往下加 好,那如果說你加完之後它會超出去,代表說已經 接近右側的魚缸的缸壁 所以我們就怎麼樣,不能再加了,所以就要開始剪 在剪之前,我們要先把flag設成反向,往左邊跑 往左邊跑,然後呢 影像的陣列群組呢,就改成0這一組,再來呢,把它的這個 影像呢,設成是往左邊游的這個圖 好,改成往左邊游的圖之後呢,我位置呢,再做一個調動,就是往左邊減10個像素點 好,那做完之後,上面的判斷結束之後,我的魚一定要動嘛,所以就set它的location 更新之後的 好,那這個timer的部分做好了之後,你記得timer一定要啟動,不然你的timer就 沒有作用了 所以這邊timer 一路設定完之後,timer T1產生了,再用T1.start 就可以執行起來 好,所以執行起來的時候呢,樣子像這樣子 好,這就是水族箱,然後我add了一條fish 他就有一條魚,開始在這邊有,然後可以再按第二條魚 另外一種,再來呢,另外一條魚 你看剛好遇到鋼壁的時候會往回轉,再來其他的 對不對,又多了一條魚 所以每條魚加進來的時候呢,他的方向不見得會一樣,然後每條魚的速度不一樣 每條魚的速度不一樣 有的快,有的慢,這樣子 好,這就是水族箱的一個範例好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這些地方 不需要運作,你充足 GooP3Mp4Mp4Mp4Mp3Mp4Mp4Mp% 你在說 стороны, Rach丹堂